美麗錄播放 有本想說在十門水谷做開場 但這次因為是從新竹北上 路有點不熟悉 不小心迷路啦 但沒關係 里程沒有多多少 還是走回我們的老路 最熟悉 但是最近有點陌生的 台七線北橫公路囉 嗨 大家好 我是雷哥 現在我們人在大溪池湖 今天出門 原本是規劃從石門水庫的路線騎上來 跟著手機地圖導航走一走 老毛病又犯了 不小心又迷路 最後還是要靠我們的老朋友 台積縣北橫公路 沿著路標走就不會錯 剛剛就是沿著台積縣0K大溪市區 一路爬到這一個 梁蔣文化園區池湖 好像也是第一次在這邊做開場 北橫公路也算是這個頻道的老面孔啦 連拍都懶得拍了 選擇做開場的地點也蠻多元的 有時候在石門水庫做開場 有時候在腳板山 有時候甚至到八嶺才做開場 今天是第一次選擇在石門做開場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理由 就是剛剛大溪市區太吵 然後剛剛騎到一半 發現剛好紅綠燈 順手騎到對象 看到這個環境沒有什麼人 很安靜 所以就在這邊做開場 僅此而已 今天的路線是想要騎到桃園復興的小烏來 眾所周知桃園的北橫有很多分支 大部分我都騎過了 不管是從80分岔出去的拉拉山啊 還是往漁老的方向 這下還沒有騎的 就是這一個最簡單最輕鬆的小烏來囉 其實小烏來就是從腳板山的高點 下坡馬上就到了 當然最近的主要目的是運運動嘛 所以就不會那麼簡單 從小烏來的分支 我們一路騎到 看一下最高能夠騎到哪邊 這樣總爬升都要大概1200 算上回程 今天也有一個爬升1800到2000了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 到腳板山之前 沿途的風景就加減拍囉 頻道老朋友應該看得很膩了 但好像也是一兩年前的事情了 回味已久的台灣篇 就來重新回味一下 久違的北橫公路囉 出發啦 GOGO 之前在桃園住了這麼久 但是水蜜桃冰沙倒是 好像這次第二次吃 以前會到腳板山 肯定就是因為騎車嘛 那騎車我都習慣 先苦後乾 先把事情給做完 回來之後我再來一杯 冰冰涼涼的水蜜桃冰沙 在歸心事件的心情下 反而不會停下來 好好吃一杯水蜜桃冰沙 現在因為是大夏天 而且搬到新竹 從新竹起來這邊也 五至幾公里啦 所以來杯小冰沙 先來犒賞一下自己 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原本看到這個杯子的大小 還有點小失望 但是看到成品之後 要抓緊時間吃啦 已經開始在滴下來了 奇怪 之前北橫公路上有這麼多車友嗎 感覺一路上跟北高雙塔一樣熱鬧 是沒有到一整環一整環啦 但是幾乎每個彎 每一分鐘 都可以遇到兩三個車友 從對象經過 還是因為我在日本待太久 回來台灣有點不適應 台灣這個自行車盛行的情況 實際騎在台灣這一條 熱門的單車路線 北橫公路上 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台灣滿滿的自行車狂熱熱情 說到熱就會想到夏天 說到夏天就會想到什麼 沒錯 就是我們Insta360的夏季促銷 又來啦 從8月21號到9月11號 Insta360大大小小的相機 都有做各式不同各樣的促銷 包含現在我掛在腳踏車上的 全景相機X3 還有現在正在自拍的ZETA X Pro 還有單車支架 熊背帶之類的各式各樣的配件 有運動相機需求的朋友們 務必要把握這次 Insta360夏季促銷的機會 因為就跟水泥淘冰沙一樣 時機季節錯過了 彎了 就沒有啦 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到Insta360的官網 查看一下這次他們促銷的資訊 保證超大杯 分量又大 讓你一本滿足的促銷活動囉 終於把水泥淘冰沙給客完 車友也走了好一大批 現在是在舒嬰夏 但是只要一走出來 就可以感受到這個太陽炎熱的程度 畢竟現在時間已經9點40分了 對於台灣的夏天來說 現在正要開始熱起來 現在雙夜送完了 我們馬上就開始下坡 下到最底之後 那個地方的岔路轉上去 就是小烏來 開始接下來的爬坡囉 爬坡總爬升618公尺 會不會抖到讓我受不了 實際上騎兒才知道 那我們就馬上出發囉 GO GO 好 現在脫離北橫公路 踏進了我第一次騎的岔路 這一條是桃115 從北橫的岔路起算的話 600公尺 總共要花8.4公里去爬升 數據上來看是中等偏斗的情況 好處是一路爬升 所以回程的時候也是一路下坡就好了 當然桃園的車友我們絕對不能忘記 等一下還要再爬回腳板山 這個坡段是最容易發生事情的 剛剛我在輕鬆下溜的過程中 也可以看到很多車友 正在爬上腳板山的那個抖坡奮鬥 之前我整天爬北橫的那段時期 也是最討厭那個坡 又抖又熱 不爬過那個坡又回不了家 算是唯一的道路 等一下回去的時候 再看一下要走哪一條囉 距離終點爬升還剩下250公尺 前面爬起來的感受呢 有時候會抖 但是沒有抖到還完全不能接受的程度 在一大段抖完之後 他會給你一段稍微緩一點的 當作獎賞 讓你回復一下呼吸 看起來應該就是這樣的節奏 一路到頂了 也因為這邊有一些海拔 再加上沿途 斷斷續續都有復因的緣故 所以騎起來沒有到那麼難受 算是可以運動到 又不會太折磨自己的一條路線 對於才剛復出 準備要慢慢接上正軌的我來說 算是蠻友善的 雖然剛剛在騎的過程中 說這條路線還算蠻輕鬆的 但是其實在最後的兩公里 還是蠻有挑戰性的 坡度有稍微變陡 但是因為距離不長 在心態爆炸之前 也算是可以抵達終點 但是你要說是終點嗎 其實就是只有一個告示牌而已 在Google上面搜尋的話 應該是林青美有機農場 反正就是從小屋來這條路進來 然後一路騎到底 的終點就是這邊 那這邊再稍微轉上去的話 還有一小段路啦 但是上面就是一個路營區而已 就不特別騎過去囉 這一條桃園父親小屋來的路線 一路騎到底 我的主觀感覺是呢 其實過來的路程 算是蠻輕鬆協議的 桃園的車友騎到 父親腳板山的第一個高點 到腳板山的過程中 應該是緩坡上上下下的 非常輕鬆協議 夏天還有水蜜桃冰沙 冬天有蘋果冰沙 可以犒賞人家自己 當然冬天通常不會喝啦 第二段爬坡 我轉進小屋來的岔路 一路往上的過程中 也算是非常的簡單明瞭 桃園是6-13% 平均波度 7-8%左右的波互相交錯 對於平常有紮實訓練 體重比較輕的車友來說 算是非常輕鬆協議 對我來說 算是有一點挑戰性 但是也不至於到 會完全挫折的程度 後面的這個告示牌 可以看到 北X天山登山步道口路線 我對登山 對桃園的山區 沒有說特別的研究 但是回想起之前 頻道是不是有一集 騎啦啦山的 從80前往上80其中有一條岔路 是到塔曼山登山口 我剛剛在路牌上面 就有看到 從啦啦山塔曼山口 一路走路的話 是可以從這個北X天山出來的 在後面的地標上面 還可以看到浮山村 這個浮八月嶺道 如果想直接到宜蘭 有經驗的登山 朋友們 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叫我們腳踏車騎久了 有時候懶得騎出門 真的有一大原因 就是因為 騎到後面就缺乏新鮮感了 所以我也一直想說 要不要跨足一下去爬山 一來是怕自己經驗不足 二來是要把重量全部飛在身上 我的腰可能還要再觀察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路線最主要的標的 高點也已經騎到了 但是 其實對於總滑森跟路程來說 其實才差不多完成三分之二而已 剛剛有講到嘛 因為要回程 第一個就是要翻過腳板山 從這個方向 回程要翻過腳板山的話 就不是緩坡上上下下 然後是一個陡坡直上 而且沿途很熱 這一個 每次騎我都覺得很痛苦 但現在因為我住新竹嘛 所以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我從羅浮 走羅馬公路 爬升比較多 但是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概念 羅馬公路我也只騎過兩次 是要按照慣例走腳板山 王道征途的路線回家 還是要走新路線 羅馬公路回家的話 我等一下下坡的過程中 吃杯冰沙再好好想一想 所以就先下坡囉 不知道等一下還有沒有隨便淘冰沙點 我再吃一杯 GOGO 剛查了一下資料走羅馬公路 跟從腳板山回去的話 他的里程跟總爬升是差不多的 羅馬公路會稍微多一點 當然羅馬公路車比較少 而且不用找路 一條路直直騎就好了 所以這一次就走羅馬公路囉 夭壽 哇 還要這樣彈彈彈耶 那要怎麼回來勒 好啦 去問問看啦 去問問看 其實我是躍躍浴室的 這一條復興橋 它的高度也沒有那麼高 看下去沒那麼可怕 但是我聽到價格之後 第一跳4500 之後每次2000 哇 這樣跳下去一次 一個PVC就沒了 羅浮這邊店也開滿多了 這一次騎北橫的感覺 真的是覺得越來越熱鬧了耶 包含沿途多了很多咖啡店 還有原本的土產店 現在連羅浮都有7了 我記得很早以前 這邊是只有雜貨店的 這一條路 雖然沿途上上下下有訓練的作用 但是對於拍片來說 它其實還算是一條車比較多 沒什麼景觀的路 我個人覺得比較普通啦 頻道拍到現在也真的很難 再找出一條有特色 但是還沒有拍過的路線 去念為目的 當然就是挑自己家裡附近 高低起不合理的路線 但是就很沒有特色 拍片的順位就很後面 但是它確實是很適合騎車的 好適合騎車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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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到了終點 接下來就是回家的routine的工作啦 大概還要再騎30公里 總體來說 今天騎車感覺是蠻不錯的 距離比上次長 爬升跟上次差不多 當然可能因為有點習慣的原因 所以跟上禮拜相比 就比較沒有那種爬坡爬到 心態爆炸啊 受不了的感覺 當然現在魚又停了 離開山區 進到屏蔽之後 太陽直射下來 眼睛都張不開 覺得好熱啊 說到熱 大家想到什麼呢 沒錯就是夏天 最後再提醒大家一次 Insta360在8月21號到9月11號 會進行夏季大促銷 不管是全景相機也好 或者是現在這一台眼前 Highlock非常適合的平面相機也好 優惠的幅度 就跟我們夏天騎車流的汗一樣多 大家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啦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的 小屋來北插天山 以及羅馬公路的影片 雖然羅馬公路的戲份有點少 拍到後面有點懶得拍了 現在收集素材 盡量把握在一顆電池內解決 這樣子回家剪片也比較輕鬆 好啦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